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Thomas老师 OK,好,同学们,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 老师有在那个video里面 有教大家关于了这个Geography第六课的开头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Ala Telecommunication di Malaysia OK,这个是讲到马来西亚的一些通讯的道具 这个因为我们上一堂课教了的 So,我就没有多在讲很多 就是讲一些电报啊, Teleform啊 还是Machine Delex, Machine Fix, Fax Teleform Bimbit, Teleform Binda 这个是手提电话啦 OK, so,里面呢,就是我们讲一些通讯的道具就对了 这个是上一堂课,老师有跟大家做的一个介绍 OK,好,那有问题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一看啦 OK 然后,6.2呢,我们会有讲到的是 Kermazon Ala Telecommunication di Malaysia OK,这个地方呢,它最主要要跟大家同学们讲的东西是 讲的是,我们马来西亚通讯道具有什么进步 OK,听好啊,是有什么进步 So,这个呢,也因为上一堂课也是讲了的 所以我就简略带过 So,有问题的学生呢 你们可以看回上一个老师post的那个video这样子 OK, alright So,这个satellite讲的是我们的人造卫星啊 OK,这个卫星啊 就是在那个,可以讲是外太空有漂浮的那一个 跟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些地方有见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人造卫星啦 OK,在当地 OK, so,这些老师就没有多讲 就是像你要懂马来西亚的电讯公司 Telicom Malaysia OK,这个你是住马来西亚的 只要你是住马来西亚的 我相信你应该都明白这个公司 OK, so,它没有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啦 这些呢,我们会稍微跳过 OK,来 我们现在会来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OK Gurpingan Telecommunication in Malaysia OK,来 同学们 你们可以帮老师打开这一页 所以资料的这一页呢 它主要是讲的是在马来西亚通讯的重要性 听好啊 Gurpingan的意思 就是我们叫重要性 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有通讯 通讯就有带来什么好处 所以这里另外一个意思 它要传达的是 请问通讯的进步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的意思跟这个Gurpingan是差不多 一样的了解老师的意思 OK啊, so,这个地方大家同学们还明白 OK,好,那我们就会看回去第一个 这个老师每一个会讲完 因为担心你看不懂 然后有问题的你们可以在下一个live 因为我们每一个 每个礼拜 有时候每一天我们会有一些live 老师啦 所以如果你在下一个老师有开live的时候 你可以再询问老师 在一个方面的问题啦 OK OK,好, so,我们就会先讲几个 第一个 马来西亚通讯的重要性 首先第一个 Menerakan silaturahim 什么叫 silaturahim 它的意思呢 就可以讲成的是 你旁边帮老师加一个slash 加一个slash 然后你再帮老师写一个同一词 在隔壁啊 这里的隔壁 所以你帮老师写 Menerakan hubongan Menerakan hubongan 就是 silaturahim 跟 hubongan的意思 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是讲今天 马来西亚的通讯是可以 促进关系的 就好像今天 例如 你跟你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还是你跟你的朋友 想要关系更加的密切一点 那可能你们需要用我们讲通讯的方式 经常联络 那老师在这里就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OK同学们 如果今天我们有去经常跟人家有通电话 有联系 那今天你跟那个人的关系会好没有 一定会好过没有联系 我不能够说100%好 但是他会好过那些 好过你跟那些没有联系的人来往多一点 你明白老师的意思 OK这是通讯的重要性 第二个 OK 他这里讲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今天呢 我们可以 因为有通讯嘛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跟任何人有 OK 就是今天你的阿姨在美国 在澳洲 今天如果你想跟他联系的话 那也可以很容易的联系 因为今天你们有通讯 OK 有通讯 了解老师的意思 通讯不代表一定是 我们讲手机啊 它也可以是网络的一种方式 OK 上一个 所以今天呢 我们讲 马来西亚通讯的重要性是这样子 Bendak Bioran是管理 那今天呢 国家的管理会变得更加的有系统 跟有次序 那你就会问 是怎样子讲有系统呢 因为今天啊 你如果国家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 通讯呢 它可以讲是一种监督了 就是可以让国家的管理 更加的有系统 好像假设 今天政府要下什么决策 那请问一下 政府是要写信快一点呢 还是政府通过WhatsApp 快一点 WhatsApp咯 因为今天你如果是有WhatsApp 马上一两分钟 你就可以传达那个资讯嘛 对不对 OK 好像你们今天要做Folio都好 那老师先题目给你们 给你们一个方法做 那今天是快还是慢 快啊 因为今天有WhatsApp 有通讯啊 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同学们这三个 你还明白老师的意思 OK啊 OK来 下一个 OK So next Uruzan Karajan 那今天呢 政府的管理跟私人的管理 变得更加的快 然后后面有一个Efficient Efficient是有效 那今天有了通讯 通讯带来的重要性是 政府的管理 Swasta是私人界 会私人界的管理 会变得更加的快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天加一样的 很像每个人通过WhatsApp Facebook传达资讯 快吗 快 你今天 你政府今天封城 多14天 你是迟一天懂 还是马上懂 OK 可能你迟一天懂 我不知道啦 但是老师是马上懂啦 因为我们是马上有接收到 网络给的资讯 这是很快传达讯息的东西 OK So 同学们针对这个地方 还明白啊 OK Alright So 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 通讯的重要性 Veningkakan Pervadvanagara 那今天通讯呢 也可以讲是 提升国家的团结 OK 提升国家的团结 好像今天 你跟你的友族同胞 为什么会有很好的关系 因为你们有经常联系啊 可能你们经常有video call 可能经常有在Facebook上面 like来来去 comment来comment去 那这个会帮助你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好一点 进东老师的意思 OK So 嗯 OK 那 你可以接下来 Bervadvan Benetikan Leberos 今天我们可以讲 教育的机会非常广泛 因为假设今天我们讲 OK 等下先啊 老师讲完后面的先啊 Damanjima melalui I Bemmelalajaran OK 教育的机会非常 呃 广阔是 好像今天 你要学习任何的东西 老师问你 在这个通讯发达的年代 会难吗 不会 因为可能你可以通过YouTube 因为今天你要学煮饭 因为今天可能你要学怎样子沟通 怎样子一些我们讲成的是 驾车都好 有些呢是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的 因为这个年代已经是e-learning了 所有东西是网络 你要学任何的东西 没有障碍 只有你那一颗心 你的心不想学 就是不想学 如果你有想要学的东西 网上绝对会有资源给你学习的 你明白老师要讲的东西 OK 什么呢今天 今天可以预测气候跟我们的环境 就是有时候啊 看电视机啊还是网络啊 老师不清楚 你有没有印象 好像有时候我们看电视机呢 他会预报我们这个礼拜 这天气是怎样的 记得吗 如果这个礼拜的天气 他会讲哦可能会有温度多少啊 会有多雨多云啊 阴天啊 这是因为我们的科技 让到我们人类 可以去预测我们的气候跟天气 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 同学们有问题吗 还OK啊 OK等一下老师会做总结哦 你放心啊 OK 因为科技的关系 Data Data Participal Data Segura Data Selamat 今天呢 我们所有的资料 可以快速的收到 跟安全的收到 我们的资料 OK So这是讲到科技 有带来的重要啦 OK 那今天我们讲通讯的重要性啊 还有一个 OK Sharan Langsung OK 那讲到这里呢 你们会有一个问题 问老师 Sharan Langsung什么意思 我们叫做直播 OK老师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今天你在Facebook上 有没有看到有人直播 卖海鲜啊 卖菜啊 卖手机 手表都有啦 OK 那今天呢 电视机有没有直播 有 因为科技的重要性就是 它有一个东西是直播 好像老师的学生呢 他们有经常看一些 MBA 比赛的直播 这个就是我们讲 通讯的重要性 有带来直播 OK Papake Maruma Papake Maruma 嗯 OK OK Alright So今天呢 他这一句讲的东西是 Papake Maruma Dari Serurodunia Dapa Dipo Ole Dungan Malayari Internet 那今天呢 所有全球的资讯 我们可以通过 Internet 来拿到 就是今天 你要知道 什么国家 的资讯 好像你很 迷 一些韩国明星啊 你要知道 他们的明星出身呢 月份啊 名字啊 地点啊 难吗 不会难哦 因为有网络 你可以知道 任何的东西 OK 记住下 Uruzan Gawangan Dambrohimetan OK 这个呢 我们讲成的是 E-Banking Uruzan Gawangan 现在呢 通讯科技带来的 重要性是 人类可以 进行一个东西 叫 E-Banking OK 如果今天 你有做网卖的 同学啦 你应该懂 什么是 E-Banking 就是你不用 亲自 本人 到银行的 那个 machine 那你也可以 做 转账的过程 这个叫 E-Banking So 老师这里 做一个总结 OK 这里的东西 是这样子 它要表达的是 马来西亚通讯科技的 重要性 促进关系 可以跟世界任何人联系 二号 三号 国家管理更加有系统 跟有规矩 四号 政府管理跟私人管理 变得更加的快 速 有效 第五 提升国家团结 第六 教育机会更广阔 当然也节省 因为通过e-learning 你可以学习任何东西 第七 预测天气 第八 快速有安全的收藏资讯 资料 第九 通讯的重要性直播 第十 全世界都可以获得资料 通过internet 十一 可以做 一人 一半 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转账 顺畅的转账 OK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 OK 所以现在呢 老师会稍微讲回去 我们的一些 暗设 好 OK 这个暗设 老师也是过后会再给大家啦 所以这个是之前呢 老师会讨论一下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 我们讲答案 OK 之前老师在上一堂课 是不是有叫你们回去做功课 对不对 OK 来 这个女方老师 哈来 Ala Telecommunicacy 就是这六个 上一堂课 上了的 然后 这里呢 他讲的是 嗯 NZ Michael 当然他在 在矿场做工需要 那个我们讲通讯道具啦 那这个是 Telephone 不按数人 要传达资讯去伦敦啦 OK 给他伦敦的朋友 可以用这两个 OK 然后 当然你讲 Telephone 也没有问题啦 OK 但重点你要明白 他给的 马鲁曼 适合什么 Ala Telecommunicacy 就很重要啦 听懂老师意思没有 OK Alright So 这个Text 看到Text 就是 MachineFacts 就是我们讲 传整体啦 OK Alright Twitter Telephone Binder 智能手机 GPS Telephone Binder 智能手机 OK So 这个地方 老师就没有多讲 OK 6.2的地方 这个之前 有学生 有问老师啦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老师 已经在 上那个资料 其实 老师的资料里面 也已经有完答案了的 你就帮老师 跟着那个笔记 填他相关的答案 就这样子而已 OK Satellite是微信咯 讲到马来西亚 第一个微信 是在哪里建的 管单 然后 后来的名字是什么 OK 然后 Cable Fiber Optics Telephone Binder 我们的资本手机 编讯公司 就是刚刚一开头 讲的什么 Sharika Telecom Malaysia 来 考一下 什么叫 Telecom Malaysia TM 公司 OK So computer 就等等 OK OK So OK 这里其实老师 没有东西讲 OK 我会在下一堂 来讲 So 这里的话呢 老师就讲一下 左边的 OK 左边的是这样 因为如果问 Essay 他会问你的 是 那个通讯道具的 例如 我们讲 左边这个 4分 6分 4分是讲 马来西亚 有的通讯道具 就是这6个 Ethical Ethical 这个是KB 同学们 针对这题 你要注意 一个学生 他们要 OK 我们讲 Beru di Patokhi Oles Ola More Ketika Process Bengarjaran Dambengarjaran Technology Maluma Diskola 一个学生 在进行 学校的一些 科技学习 的时候 他要 遵守 什么道德 第一个 不可以 暴露 密码 Ketalaran 是我们讲 密码 给其他的学生 Gobadam Murek Lain 第二 Mengunakan Computer Dambengarjaran Yang Betok 正确的使用电脑 就是今天 什么叫正确使用电脑 就是你不要把电脑 就是弄坏它了 Lain Lain 用了 OK 那个开机 关机 就一直开关 开关 开关 它都是坏了 不坏都假 对不对 OK Lain Malayari Laman Sasawang Yang Tichanan Kan Oleg Guru 今天你上的网 是老师建议的 就是今天你不给Lain 上网 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老师讲上什么网 跟着老师的指示 这个是一个道德 你明白老师意思 Bersopan santun Ketika bercakap dengan murid Lain 那今天你在学校 用科技学习的时候 Bersopan santun 就是你跟同学 讲话 要有礼法 讲的意思 讲话 要有礼法 OK Dida mencerobohi Informasi Sekola 不可以侵略 学校的资讯 跟 Mengenapasti Delebe Dahuru Gesakihan Sesuatu Maluma Adaburator 我们要针对 Gesakihan 是事实 那今天我们作为学生的一个道德是 你要针对一个东西 是否是真正的事实 才去下判断跟评论 OK 所以这里的六个 这里六个答案 都是讲 Ethika 你要帮老师 哈来 一个学生 在学习科技的时候 他要遵守的道德是什么 All right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同学们 OK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词你帮老师回去写一下 那剩下的那个第二个老师 会在下一堂课 老师来做一个解释 OK 所以今天的课 老师就讲到这里 有问题的 就在 私底下问老师了 OK 谢谢啊 Thank you 全部 都 感谢观看